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进 您 头派人 您找我 奋生啊 来来 不是跟你说过很多次了吗 就咱们两个人的时候 就叫我学长就可以了 我忘了 奋生啊 本来呢 我是要跟你道歉的 我在你面前 我简直觉得我自己 太惭愧了 你放心 你在此次保卫战当中 起到了关键而又特殊的作用 我已经上报 给第三战区长官补了 这些 跟那些战死的兄弟们比起来 已经不算什么了 我就是要对得起 那些战死的弟兄们哪 不忘英烈 不亏待我的将士们 那是我的座右鸣啊 分身不瞒你说啊 我在上面有那么几个朋友 有些人 毕竟搞挡务工作这些年了 你放心 近期 一定会有你的好消息传来的 特派员 叫学长 学长 您千万别这么说 也别这么做 您这么一弄 好像 我一心就想升职似的 还 我不是那个意思 干革命哪 就是要升职 积极向上 奋发图强 这是好事情啊 分身 我有很多很多的话 要跟你讲啊 这样 咱们换个地方 我呀 找了一个私密的地方 让他们在状元楼呢 点了几个 这个咱们宁波地地道道的小菜 咱们再争护老酒训一训 学长 我们家老爷子他今天 分身 我可跟你讲 我到这儿来 只请过一个人 那就是分身你 再这儿说 我们不光是吃饭嘛 还要聊一些 工作上的事情 你知道 我们现在对外的保卫战 战断打完了 下一步 就是对内的保卫战 你是个聪明人 你应该明白 你说的是小海吗 于公于私 这些话 我必须要跟你讲 于公 那是为了党国的利益 于私 是为了学弟密押 你想想 自从那个萧涵出现之后 你的 生活 你的爱情 现在都一塌糊涂 一团乱麻 我知道 有些事情你不在乎 但是 我们必须 要把有些事情 遏制在萌芽之中 不能任其发展 不然 后果不堪设想 你想想 这个萧涵才回来几天呐 他都干出了什么事 打下日本敌机 劫狱 让郑公队变了天 这样样都是天大的事 这是个什么人哪 这个人 咱们边吃边聊 边吃边聊 走走走走 走 走走走 诸位 我在这里做出深刻的检讨 对于正英大同志的牺牲 我负全部的责任 我已经向组织上汇报过了 希望组织上 能对我进行最严厉的处罚 主位 因为在镇海战役中 率部中勇奋战击退敌军 先颁发陈汉生团长 中勇勋章一枚 一事奖励 林东野营长 中勇勋章一枚 一事奖励 还有为党国征战十年 先颁发中勋勋章 给李满彪营长 开始颁发勋章 来 队哥 队长 我这还留了一手呢 这些东西啊 全藏在牟坊上面呢 你怎么会知道 这这这这 狡吐三枯 又 又 又学学学 又要打我 开玩笑呢 就你说 小哥 海生现在还在医院呢 我其实不太放心 要不咱们去看看他吧 走 我正在城楼 观山那几 耳听的城外 乱纷纷惊奇 臭险辈什么呀 这有什么可险辈的 就连李满彪那好人都有 分生啊 李满彪这个人啊 他是扶不起来的 对你够不成威胁 所以你不要忧虑 那就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主 咱们特派员否则 好像什么都没有啊 傻小子 人家有的 咱们根本得不到 段总 你说这话啥意思 分生啊 你信不信 咱们这个张衡特派员 是咱们第三战区 唯一身官的人 怎么可能他连战场都没上 他身什么官啊 那你信不信 他就凭写一份报告 凭这份报告 他就能身官发财 你是说他把功劳 全说成是他自己的了 他把功劳全都说成 说成是他自己的了 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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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坐下 兄弟 分生啊 我告诉你 此人就可以凭着这份报告 大数特殊 说第三战区司令部 只会有方 慧眼着实 在关键的时候 力望狂澜 随后 风轻云淡地 再加上一笔 此为卑职 在阵地上与将士交流所得 分身感 你明白吗 他这么做 我也不足为弃 咱们这的人不都这么干吗 关键是上面是干什么吃的 干什么的 傻小子 这你就不懂了 你知道什么叫配合吗 你知道什么叫上乎下硬吗 我相信 这份报告已经在 魏元长手上了 而且 顾长官 很快就会得到假假 这都什么时候了 还玩这个呢 他们到战场上看看去 咱们被别人打得什么样 小胆生 坐下 分身啊 你还年轻 这个时候谁不强功啊 你琢磨琢磨 我心中有荡国 荡国心中有我吗 这不是逼良为昌吗 我告诉你啊 这种事情 你为他卖命的时候 他心里可能没你 你要是敢反对他 他心里可就有你了 你不懂你还太年轻 拿着 对了 李满彪又立功了 带着他的营 把阵攻队的枪给搅了 而且这次表现出来的战斗力 那把上门都给惊住了 你看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这样的事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这样的事情呢 你看你又激动又激动了吧 人家否则怕你下不去手 所以才让李满彪半大 阿姨 来 坐这儿 坐 坐 来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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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腿使不上劲 来 坐这儿 坐这儿 腿怎么样 好心了吗 还行 还行 现在就是使不上劲 我怎么听说你在转到这之前 还被国君从战地医院 给扔出来了呢 是啊 这回多亏医院的林院长 要不是他来前线帮忙 我估计你们啊 你知道吗 就那个一向 你们现在就对着我的一向 在这儿 屈起刀腿干吗 疼 这么热闹啊 肖哥 肖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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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别动别动 好热闹啊 怎么样 这腿 还行吧 就是现在行动有点费劲 你看看 中医说得好 吃什么补什么 看我给你带什么了 我特意给你弄了一个火腿 吃了这个之后包准你 像哪吒采了风火门一样 你看肖哥对你多好 谢谢肖哥 谢谢肖哥 海生哥这腿啊 真结实 肖哥 这回特别感谢医院的林院长 人漂亮 医术又好 心机善良 对了 肖哥 他跟我说 他认识你 认识啊 是吗 我也想见见林院长 我也想见见 我也想见见 我想看看 他有没有我们漂亮 就是 肖哥认识的女人能不漂亮吗 好了好了好了 大家千万不要随便议论林院长啊 她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尊重的人 好 好 知道了 知道了 林院长 林院长 警察觉得人说话特别横 非要我们把人交出来 不可以 我的患者没有痊愈前 我是绝对不会让他出院的 他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快走 站住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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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来捉拿抢匪的 这个人是参与抢夺枪支弹药的罪犯 我们要立刻抓捕归案 这位老总 哪发生的抢劫案啊 这抢劫案总得有人报案吧 书香门第老板娘报答 书香门第那么文雅的地方 怎么会有枪支弹药呢 这是人家的自由 自由 我就想问问 在咱们民国的法律里头 哪一条规定说是私人刻意拥有 枪支弹药呢 这个不归我们管 不归你们管 不归你们管 你们对得起自己身上这身衣服吗 我告诉你 你别这么嚣张 你以为光会打仗就够了吗 你们这些人 蹦得不了几天了 呦 我倒想看看 我还能蹦得多久 好 兄弟 你们腰局长跟我是好朋友 我相信中间一定有什么误会 有什么事 你回去通知他 让他来找我 今天辛苦了 行 今天给你个面子 兄弟们 守队 你看他们说的话 那咱们抗日还有错了 就是 他们就是觉得我们有错 这帮人恨我们 超过恨侵略者 他们宁愿向日本人低头 也不会跟我们平等相待 日本人不跟他们讲道理 他们也没觉得不舒服 我们跟他们讲道理 他们反而欺负我们 那天要不是林院长 我醒来当天 这帮人就把我带走了 如果可以的话 把那个年轻人 安置到安全的地方去吧 我不敢保证之后 还能阻止得了他们 好的 我这就安排去 对了 你上次说的止痛药 还要吗 如果你要能给点儿 那最好 如果可以的话 去看看我爸爸 他听说东野在这次大劫中 获得了勋章很高兴 所以想一起吃个饭 如果你可以参加 他一定会很高兴的 好啊 我很乐意参加 我听小江说 这次要不是你发现了日军的棋袭路线 湛海就危险了 是吗 如果你相信 这个世界上有谁能左右成败的话 如果世界上真有这样的人 那这个人一定是个坏人 那你是什么样的人啊 我 我顶多是个一半人一半鬼的中魁而已 那我现在是和人在一起 还是鬼在一起啊 应该是跟一个回不到过去的人在一起 我 你不必这么提醒我 我也没想回到过去 小韩的话 深深地刺伤了林玉珠 她知道自己在期盼什么 小韩的沉默和回避 让她再一次伤心失望 他们就像两只无法靠近的刺猬 在若急若离中伤害着对方 她多希望能够走进小韩的内心 去探讯她隐藏的秘密 好奇怪啊 这街上都没有人 对啊 怎么感觉怪怪的 就是说啊 我们一起唱首歌吧 共农兵 连河起来 向前进 消灭敌人 共农兵 站住 站住 别动 别动 别别别 军爷 你们别开枪 别开枪 我们跟你们走 这个 我们犯了什么罪啊 对啊 就是啊 捕获人心罪 带走 不是 这肯定是个误会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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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爷 误会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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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抓人 有罪抓鬼 别动 抓起来 别动 老人家 别动 谁 谁啊 这么潇洒 还人人物鬼通抓 人 人 人在这儿 你是鬼吧 我是警察 不可能 警察不会抓鬼啊 怎么不可能 我们都穿着警服呢 鬼 鬼伴的吧 我能感 感觉到 哥们 我劝你最好听我兄弟的话 这小子身上 天眼还没关呢 我告诉你们啊 我们是奉姚局长的命令 前来抓人的 你别打我的道 这 这个姓姚 姚的是谁呀 大 大虎 你认识他吗 不认识啊 既然咱哥俩都不认识 今天把他们都扮着 没 没问题吧 好啊 来吧 来呀 好 好 别误会 别误会 冷静 丁兄们 撤 快撤 聊好好的 咋说走就走呢 没 没礼貌 我是秋草 你说 我这么一个人 怎么就跟你当上兄弟了呢 跟 跟这些流氓 就得更流氓 行 老 老肖 回来了 我知道了 他们现在准备行动了 咱们必须要做好准备 大虎 你到那边去 把海上送到那个地址 好 秋草 你就在这儿留守 负责接应我们回来的人 记住啊 千万别动枪 别让他们找到借口 行 这样啊 咱们到时候分头行动 好吧 好 好 庆祝了就去办 不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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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局把胡子民和阿玉 几个人都抓走了 把人抓走了 你怎么搞的 什么时候的事 不知道啊 刚 我刚 刚 知道 警察局敢抓我们的人 亲爱的兄弟 在前线里向的友谊 佐藤君的消息 失去 他们在这里 急着急着急着 松田长官 松田智朗博士 松田智朗博士 没多笑话 但是 他们的研究 有很大的发展 他们的研究 他们在这儿 里面 找到他们的位置 他们都说 松田智朗博士 他们说 他们的研究 他们的研究 他们说 他们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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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结果可能会下降 价格的余天寺 他这个人怎么还这么没有定性啊 怎么还这么没有定性啊 我们现在在等他 我等他可以 你让老爹也等他 合适吗 这顿饭是给他庆功吗 我说你是喝了多少酒啊 我还是第一次看见你回家这个样子 你根本就不了解我 是 是什么是 你是什么是 你知道刚才说这话什么意思吗 我的意思是 其实我是一个非常敏感 很明察秋毫的人 我是上战场的 不等了 不等了 咱不等了 你看啊 今天呢 咱们是给东野立功寿勋的庆功宴 寒儿只是陪着吃 不能让保卫我们镇海的大英雄 饿着肚子疼啊 咱们先吃着喝着 等寒儿来了 再一起吃 来 坐 老爸 老爸 我们开不开吃 还得问宇宙愿不愿意 同不同意啊 爸爸都发话了 还问我做什么 来 坐坐坐 好 这个 东野啊 我看你在外面喝了不少酒啊 是吧 但是今天是我和你妹妹 为你准备的庆功酒 怎么也得喝一杯 喝 老爹说什么是什么 来 喝 喝 报告老爹 你儿子王把这杯酒干了 就像在战场上一样 把那些日本人全部都干掉了 我就喜欢东野这一点 不论到什么时候 都有军人的样子 从不到家 坐 可是我妹妹她不喜欢 宇宙不喜欢我这个样子 你以后真的少喝一点酒 喝多了对身体不好 老爹 我以前您知道 是不喝酒的 我知道 喝酒容易坏事 特别是上战场 而且还伤身子 但是现在我觉得 不喝酒 会伤心 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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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爸爸 专门给你准备的清宫酒 咱们不是应该高高兴兴的吗 我高兴啊 我当然高兴啊 老爹 我打胜仗了 我当然高兴啊 来 老爹 儿子敬您 儿子敬您 虽然 我不是您亲生的 但是我的第二条命 是您给我的 如果没有您收养我 供我上军校 就没有我的今天 儿子打心灵 赶紧老爹 儿子敬您 东野啊 你是我的骄傲 老爹 我真的是您的骄傲吗 林冬野 你是我的儿子 当然我要为你骄傲啊 可是我更想当您的女婿 老爹 我想当您的女婿 您愿意吗 林冬野 您能答应我吗 您真的是喝醉了 我从来就没有这么清醒过 冬野啊 来来来 咱们今天是庆功宴 不说这个 老爹 我怕我过了今天 就再没有这个勇气可以说了 我想问一句 跟我有关的事情 能不能考虑一下我的感受啊 爸爸 对不起 我先去查房了 老爹 我是借着求信儿 才把心里话说出来的 这么多年 就是因为 宇竹跟萧涵 一直有婚约在 我就一直隐藏着 我对宇竹的感情 可到今天 我不想再隐藏了 我想去宇竹为妻 老天 您是不是在想 我也姓林 这样说出去 会让别人笑话 我做了您的女婿 我还是您的儿 您看这样行不行 干脆 我把我的姓 从林 改回以前的缝 这样 跟外面的人 就好说了 外面的人就没话说了 行吗 老天 这个 面对牺牲的战友 杨秋草心里 有说不出的困惑 他不明白 打退了日本人 为什么还要被抓捕 难道 打日本人有错吗 为了救他们 小韩一天未归 他不知道 结果怎么样 老肖还没回来呢 没 没看见 你怎么了 蜡烛 是 是眼睛 早点回来 慢走 早点回来啊 慢走 早点回来 再见 早点回来 再见 快回来啊 快回来啊 快点 快点 后面跟上 女警 请过来一下 你好歹给我们饭吃嘛 我们大家都饿了呀 就是啊 对啊 你不让我们吃饭啊 好多人啊 你们都谁饿了 我们都饿了 我们都饿了 都饿了 挺好啊 你们可以互相吃 你 什么话呀你是 这里好歹是个模范监狱吧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们 你以为是靠伺候你们 才当是模范吗 你是不是傻呀 如果这里跟饭堂一样 外面那些人还飘着干嘛 不是人是鬼都想见了我们 不 我们还没被判刑呢 凭什么关着我们 就是啊 凭什么 我们又没罪 我们没罪 所以啊 暂时让你们男的女的 关一口 等判了刑 就各自关了 阿玉 你别怕 要爷爷我说 把你们毙了都是应该的 我知道 明白 ゲ 이�uc 多苦 应该回忙 赶紧 来 走 你是怎么开ス 你是怎么开始 是我枪快啊 还是你人快啊 你干什么 把我的人给放了 以后不许你骚扰他们 是你们先招惹我了 你们三万五四的戏耍于我 你们 行 那我现在就了断了你 就现在 你想好了啊 只要你一开枪 你们一个人也活不了 没关系啊 我可以先把你送走 然后再想办法把他们弄出来 你知道我有这个能力 那你开枪吗 老幺 这可是你自己提出来的 你到阎万爷那边 可别告状啊 我跟你说你别胡来 到时候谁也活不了 行啊 来吧 我这是土质的消音器 反正在这儿一枪崩了你 周围也不会有人发现 来 等等等等 放人 放人 马上放 你想好了再说啊 想好了 我放人 然后你把枪还给我行不行 你看看 就冲你这句话 我就觉得 咱俩以后还得经常打交道 行了吧 说完了吧 送我回去吧 我不会开车 好啊 来 做前排来 来 我给你想讲目前的形势 过来 把枪给我 来来来 这样咱俩交流起来 会比较简单一点 我又不会背后使小动作 少废话 你快点过来吧 卡住了 确实 有点费劲 对对对 对对对 说你这个窝囊废话 什么用 是是是 走了 这这去哪儿啊 我就把人放了不就完了吗 你还带着我一块去干吗呀 你看 现在咱俩沟通起来都流畅了 那个双腿中枪的小伙子 被他们的人接走了 萧涵 是他自己来接的吗 是个大个子 说是萧队长人来接的 来得及走得也快 看出去紧张兮兮的 谁啊 谁啊 林营长 我把事情又搞砸了是吗 对了 有件事情我要告诉你 我已经决定不再姓林了 为了你 我要改回我以前的姓氏 从现在开始 我是冯冬严 萍萍医生以后别叫我林营长叫我冯营长记住了吗 记住了冯营长 走了 林姐这冯营长也太疯狂了 她刚刚因为镇海保卫战获得了勋章 多喝了几杯 男人嘛 酒后多少有些失态 性情众人 可以理解 但是 你还是要替她保密 毕竟是抗日英雄 你放心吧 我不会乱说的 你先去查房吧 同志们 这次的事情是必然的 绝对不是偶然的 而且以后 它会越来越频繁 越来越危险 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 如果我们一定要出去的话 必须要请假 必须要三人一队 其中必须要有一个男队员 从今天开始 门口跟屋顶要增加港烧 顺序的由你们自己来安排 从现在起 我们要实行军事化管理 就要像军队一样 一定要提高警惕 明白吗 明白 是 喂 玉珠 是我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我到电话 是因为今天我没去参加庆功宴 给老爷子专门道个歉 他跟我说 你今天查房不在 实在是对不起啊 今天有一些特殊的情况 所以我 我没能参加 大家都习惯了 至少我 千怪不怪 我知道 我知道 你知道什么 我 我人缘不好 一直以来 都是这样 此时此刻 他们近在咫尺 却又远在天涯 小汉多想表达 他对玉珠的爱 可千言万语 无从说起 他相信 有一天 有一天 玉珠一定会明白他的心情 他希望那一天 能够早点到来 改回来啦 嗯 哎呀 分生啊 把自己的性改过来是对的 你看 冯冬爷 怎么听着都比林冬爷顺 舒服 毕竟 咱们不能忘本不能忘根 我也是这么想的 我也是这么想的 是不是从此以后就可以 名正言顺的取林姑娘了 还是团座 您了解我 那当然 男才女貌 好马配金安 围着觉得你们俩绝配 谢谢团座吉言 行了 分生啊 那个老大不小了得抓紧 找个良辰几日好好让哥哥给你们打办一场 这方面我有经验 毕竟我都三回了 我希望你不能少于我 团座 我已经等他等了这么多年了 这辈子我非他不娶 听着让人感动啊 忠贞 祝福我吧 1940年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 日本未达到侵略目的 于五月实施101号作战计划 即陆海军全面轰炸中国后方 与此同时 对浙江一带 采取了更邪恶的战争手段 这一中战争的大事 还在一中战争上 还在一中的问题 揉着什么 抗兵是什么 那 那 这一中战争上 最好的国家 是 博士 在这一中战争上 真正的爆弹地震 爆发 这是生物科学者的问题 这是生物科学者的问题 是 没想到 真的没想到 短短时间 八路军 他们就已经发展到 百团参战的实力了 我就不信了 上面会对此事置之不理 这一中战争上の战争是 一中战争上一门 使命都在其物举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